Lets kill this love 洗腦的副歌 搭配經典首唱舞蹈動作 韓國人情侶團 Blackpink一首 Kill this love 轟遍世界 不過吸睛的不只是MV 還有成員們完美的身材曲線 尤其Jenny的螞蟻腰 更是讓不少人羨慕 這個骨頭 就是沒辦法的 你看就算我今天變瘦了 變瘦了還是會有那種 男生的骨架 就是沒有一個那個S曲線 YouTuber小A-Lock 追求更完美的身材 就進行了螞蟻腰手術 眼睛打開我們看一下 術後麻醉還沒退 眼睛都睜不開 為了變美 再痛再累也撐得過去 通常是從第11或12 這種比較對胸廓的容量 比較沒有影響的地方 做處理 不外乎就是從脊椎後面 把它跟胸椎的關節 分離之後把它取出來 仔細一看合術前筆 手術後腰部曲線變明顯 但藥價近三十五萬元 價格不便宜 伴隨的風險也很大 常常會遇到一些 併發症比較嚴重的 像是氣血胸 或者是他的熱間神經受傷 這類手術 並非人人能做 尤其像是有脊椎側彎 漏斗胸的人都不適合 醫法未滿十八歲 也不能做這類的侵入性美容手術 醫師表示 想要腰身曲線 螞蟻腰手術也並非第一選擇 那傳統的方法是用抽脂的方式 這樣子 他的風險就是 一個是麻醉的風險 那手術本線的風險就是 腹部的抽脂就是怕那個抽脂管 進到腹腔去 追蹤完美腰線 可以靠著健身和飲食控制 如果真的想要透過手術改變 像女明星一樣有螞蟻腰 還是得先考慮身體狀況 將潛在的併發症一起評估 華爾新聞張曲 陳信順泰報導